球迷们大家好,欢迎订阅侃侃足球 今早世界杯南美预选赛巴拉圭vs委内瑞拉 主场作战的巴拉圭2比1击败委内瑞拉,取得3分,昨晚的分享顺利打出 国际比赛日终于结束了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法甲的比赛解析 北京时间9月11日,凌晨3点,法甲·洛里昂vs里尔 法甲未免冠军里尔开局并不理想,虽然上轮险胜蒙底利哀,但球队状态并不乐观 今年夏天被挖走一些夺冠功臣,葡萄牙天才少年桑谢斯首轮受伤 土耳其封霸伊尔·马兹参加了三场欧洲预选赛的国家队的比赛,都没有取得进球 其中有被荷兰队6比1玩爆,面对于南球队直布罗陀也未能进球 可见状态一般 可能参加了世界杯预选赛的各国国角们还需要隔离而未能都上场 结合指数数据走势变化,并不支持卫冕冠军 主队洛里昂坐镇主场不惧卫冕冠军 本场综合看好主队洛里昂不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欢迎订阅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